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今天 美股集体低开低走 主要行业ETF普跌 欧美国债价格携手拉升 反映了投资者对于即将发布的 6月美国CPI消费者通胀数据 和本周开启的企业财报季存在不安的情绪 在避险需求和美联储激进加息预期的推动下 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一卵子美元指数 向上触及108 再创2002年以来的20年新高 欧元对美元跌幅继续扩大 创2002年以来的新低 大摩对此再度发出警告 美元飙升将打压盈利增长 扼杀股市反弹 在企业努力应对成本上涨 库存增加和需求放缓 带来的利润率压力的同时 美元走强将对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的盈利 构成巨大的阻力 据大摩测算 美元同比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美股收益增长就会受到约0.5倍的冲击 美元指数已较上年同期上涨16% 这意味着标普把指数成分股的美股收益增长 将面临8%的冲击 另外 今天关键美债收益率再度倒挂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于10个基点 至2.98%失守3%管口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下行 但比十年期收益率高出约两个基点 这一关键收益率曲线保持倒挂 反映的市场对鹰派央行政策即将引发经济衰退的担忧 从本周一开始 消停一段日子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将重返首都上班 继续为一系列立法整日争吵不休 在一系列味决设想中 最受全球投资者关注的自然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因其中的520亿美元半导体制造业补贴 有时也被称为芯片法案 目前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已经通过了各自版本的法案 但在协商形成统一法案的过程中深陷党争 拖了一年至今仍未有结果 不少人表示 希望复工的大佬们可以抛弃成建 少在法案中夹带死货 让法案早日通过 与此同时 欧洲的芯片脚步却在加快 革新和依法半导体在周一宣布 在法国新建半导体工厂计划 投资近40亿欧元 这是欧洲努力提高微芯片独立性的一环 也是欧洲芯片战略的一环 消息面上 英特尔CEO帕特·基尔辛格 8月将到访台积电 以修改3nm芯片生产计划 英特尔第14代芯片原计划2022年底量产 并于2023年上半年推出 如今有消息称 将延后到2023年底 作为英特尔GPU绘图芯片块代工企业 台积电的三大米制成的计划将受到影响 斯里兰卡危机仍在发酵之中 上周末斯里兰卡反政府抗议者 冲进并占领总统官邸和办公室 一把火烧了总理府 之后大批侍卫者和当地居民前往总统府参观 亲眼看看总统们是怎样生活的 他们在总统府呼盆唤游 露营 做饭 弹钢琴 看电视 游泳 玩纸牌 欧盟和美国呼吁 和平民主和有序的制服过渡 警告当局不要攻击示威者或者记者 表示斯里兰卡人民有权和平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南海岸 是一个GDP为810亿美元的经济体 拥有2200万人口 截至目前 斯里兰卡的外债总额达到了510亿美元 其中70亿美元需今年支付 但目前极度缺钱的斯里兰卡已暂停偿还外债 斯里兰卡最大的债主是日本 第二是中国 随着宣布破产 债务偿还都将是长期问题 短期来看 民众抗议的最大原因之一 就是斯里兰卡对于燃料和其他能源供应的迫切需求 严重的燃料短缺意味着食物和药品无法运输 来自农场的新鲜农产品 无法运到城市 交通瘫痪 人们非常愤怒 因为一旦没有燃料 他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政府甚至要求相关航空公司 确保回程航班必须自己携带足够的燃料 因为当地已经无法提供航空燃料 目前 该国一派使团前往俄罗斯 希望能够买到低价原油 纽约时报称 该国近90%的家庭正为食物范畴 有300万人正在接受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到今年年底 斯里兰卡至少需要60亿美元 但问题是这笔钱从哪里来 印度一直被外界认为是斯里兰卡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至今已经提供了40亿美元的信贷和贷款 但在最近几个月都已经被消耗殆尽 斯里兰卡政府正在与IMF举行谈判 希望寻求30亿美元的纾困资金 纽约时报称 最近的动荡将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从而推迟IMF的救助计划 谈判是否成功 取决于是否可以提供一份可持续性的承债计划 只有当IMF对计划感到满意才能达成协议 曾经寄身南亚中高收入国家的斯里兰卡 如今成为了一个动荡之地 自2019年4月 斯里兰卡爆发恐怖袭击后 该国旅游业的收入就开始下降 2020年疫情爆发后更是雪上加霜 而今年能源价格暴涨 直接将斯里兰卡大爬下 成为第一个爆雷的新兴市场国家 陷入自1948年独立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事实上早在年初 多家对冲基金就已将这个外债多 经济结构单一脆弱的南亚小国 当成了劣势的对象 对于这些机构而言 又是一个人血馒头 但该国的情况不是独有的 它的爆雷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敲响了警钟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综合数据来看 斯里兰卡可能不是最后一个破产的国家 3月份以来 土耳其、埃及、突尼斯都爆发过债务危机 老挝和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 只够支付不到两个月的进口 土耳其通胀6月份接近80% 外债规模约达GDP的54% 阿根廷今年通货膨胀率预计会超过70% 从历史上来看 美联储加息、美元指数上升 都是引发新兴市场债务风暴的序曲 1983年拉美债务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 以及2015年新兴市场危机都处于美联储加息周期 而如果一个国家现在外债负债率很高 货币贬值很快 以及能源粮食高度依赖进口 他们都很可能不斯里兰卡的后尘爆发大危机 据摩根大同统计 近年以来 投资者已从新兴市场债券基金中撤资近500亿美元 新兴市场债机资金的流出幅度 创2005年来的新高 资金大幅流出的后果 便是债势的哀鸿变演 随着市场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越来越强 投资者纷纷转向避险资产 更是令相对高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雪上加烧 最后来和大家说说特斯拉推特风暴 在马斯克周五宣布退出收购推特的交易后 各种大乱斗开始了 史无前例的送送大战即将开打 推特表示 公司已经聘请了精通并购法的重量级律所 沃奇尔利普顿准备起诉马斯克 地点是特拉华州的商事法院 这个地点很重要 我们下面回说 马斯克则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灰蝎的表情包进行了回应 表情包配文回顾了过去几个月这笔交易的进展 法律专家认为 推特的胜算略大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是推特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 似乎强于马斯克终止交易的理由 对于终止收购的理由 马斯克解释称 是推特严重违反协议中的多项条款 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 马斯克的律师解释了推特未能提供信息的多个例子 其中最大的焦点是虚假账户的质疑 但其实很少有人会真的相信马斯克担心的这些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 这是为了让推特同一个更低的收购价格 而且特斯拉最近股价跌破了融资的特斯拉股价的底线价格 让收购代价过于昂贵 马斯克的律师希望利用合并协议中的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条款 辩称目标公司受到了严重损害 但与许多并购交易一样 推特交易协议中的措辞 不允许马斯克因为商业环境的恶化而退出 比如广告需求下降 或者因为推特股价暴跌等 另外 此前马斯克已经放弃了进行禁止调查的权利 以便促使推特尽可能接受他提出的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报价 此举让他更难在法庭上辩称推特误导了他 第二点 就是这场法庭斗争的地点是特拉华州商事法院 这个法院被称为美国公司争斗的首选之地 因为大法官的专业知识 也因为该州的商业法律 与其他法院相比 在特拉华州法院给马斯克带来的风险更大 这个法院拥有经验丰富的并购专家 他们对每个案件进行裁决 即使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翁 也对其没有什么影响力 目前的论点都不太可能说服大法官倾向马斯克做出裁决 这是因为要成功的论证 推特被指控的行为和不行为 造成了重大不利影响 有一个很高的门槛 无论马斯克的策略如何 可以预计 特拉华州法院将坚守有利于维护协议的长期先例 法院不会因为马斯克而突然改写重大不利影响的标准 使几十项已经发生和数百项未来的交易受到质疑 但是推特想要的不是分手费而是交易达成 这个就很难了 因为即使推特胜诉 也很难强迫马斯克强行旅行之前的收购合同 虽然曾有少数案例表明 买家会被迫依据特定旅行条款继续推进购买交易 但这些案件大多数都是小交易 马斯克收购推特的协议里 虽然也有特定旅行的条款 但该概念还未经历过如此大额交易的考验 市场普遍预计 双方的法律大战可能最终还是以和解而高中 目前的法律大战只是为了最终和解金额而成 目前推特的股价也是反映了这一点 推特下一步要咬住马斯克 可能会试图优先从法院获得协议执行令 迫使马斯克旅行合并协议 如果不行再要求10亿美元的赔偿金 之后还可提起诉讼 并要求数十亿美元的赔偿金 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比如在2020年 提芙尼起诉法国奢侈品集团路易明宣 因为其试图退出商店的交易 当提芙尼同意将其输出价格从162亿美元 降至大约158亿美元时 那起诉讼案得以和解 马斯克对推特的这次收购可以用始乱中期来形容 华尔街金融和法律方面人士 对马斯克在这次收购之前和收购过程中的种种行为做出了批评 从一开始偷偷增持推特股票 倒从宣称是被动投资 变成要求加入公司董事会 对市场造成了较大的误导 之后发起了收购邀约 凭借强大的人脉和背后机构的力量 让推特董事会放弃读完计划 终于全体股东表姐通过接手这次收购 但最终又变成了放弃 打官司 当然 马斯克的出而反而也是有原因的 老马是感觉经济危机要来了 不终止就要付400亿 哪怕现在的价格收购仍然会继续跌很多 得不偿失所以不想买 只能逼着推特要么降低收购价 要么打漫长的官司来耗着 话说天下大事和久必疯 疯久必合 这或许又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川普也来凑热闹 发表评论称 埃隆马斯克是一位吹牛大师 周末 川普在一场名为拯救美国的竞选式集会上表示 他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他是一个吹牛大师 他不会买单的 虽然他以后可能会 不过谁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 他签了一份很糟糕的合同 我看过他的合同 不是什么好合同 本质上 川普和马斯克同以言论自由为目的 那么为何针锋相对呢 原因是川普希望通过他自己的社交软件来达成目的 不过马斯克先前却是希望以改革推特实现言论自由 出于利益上的矛盾 川普和马斯克代表的不一致 股价也反映了这一点 之前川普概念股下跌 而目前开始重新上涨 总之 一个财经并购搞成了一个攻斗局 这次收购以及发生惯联的各种惨剧的最大受害者 已经包括推特的投资者和员工 还有特斯拉的投资者和员工 请注意 除了推特的股东之外 特斯拉的其他股东和ACC 都在进行或者正在考虑对马斯克发起法律诉讼 就我个人而言 作为特斯拉的股东 并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于马斯克而言也是一种风险 其个人名誉和信用都已经受到了波及 而且未来会将影响其他投资收购事宜 希望事情尽快得到解决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是一个节日 是世界人口日 1987年的7月11日 在前南斯拉夫出生了一位婴儿 联合国将其象征性地认定为世界第50亿个人 这标志着世界人口终于突破了50亿 当时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提议 将这一天命名为世界人口日 今天 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预测 到今年11月15日 世界人口预计将达到80亿 印度将在2023年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据其预计 世界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85亿 到2050年达到97亿 在2080年达到约104亿的峰值 然后在2100年之前稳定在这一水平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最后祝大家交易顺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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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